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这两年呢 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游戏陪玩工作室 但是陪玩的人呢 鱼龙混杂 有些陪玩啊 甚至是彻头彻尾的骗子 故事的主角蓝蓝 就有了这么一次悲惨的遭遇 您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 蓝蓝呢 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平时也没什么娱乐活动 最喜欢的就是在王者荣耀上玩游戏 并且玩的还不错 但在父母眼里 蓝蓝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了 这么沉迷网络游戏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去年四月份 在家过完春节之后 耐不住七大姑八大姨的苦口婆心呢 蓝蓝呢 开始关注起身边的男性 希望能获得一份美好的爱情 但是啊 蓝蓝的交际圈呢 比较单一 二十九岁了 还孤身一人呢 繁忙的工作之余 蓝蓝的爱好只有打游戏 可是在游戏之中 人物都是虚拟的 怎么能找到爱情呢 四月底的一个晚上 蓝蓝呢 就像往常一样打开了游戏 这把游戏里呢 蓝蓝这边的人呢 看着都不太会玩 频繁的给对面送人头啊 俗话说的猪队友 对面呢 正好有一个特别会玩的刺客 杀了蓝蓝十几回 杀到最后啊 甚至还做出嘲讽 这可把蓝蓝气坏了 于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在对话界面发送了一句话 说不就是有个好队友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游戏结束以后 就立刻收到了好友申请 哎 就是上一把的刺客 蓝蓝通过之后 对方呢 给了他一个微信号 并且告诉他 说我叫张文 之后就下线了 蓝蓝加了这张文的微信 好奇的点开了这个人的名片 主页就是一张男人的生活照 照片上的男人呢 长得很舒服 地址呢 是在北京 职位是某著名企业的高管 再看看动态 有在比较高级的酒店 参加活动的照片 也有外出旅游 健身 在图书馆看书 打高尔夫等活动的照片 还有这个男人 对于一些艺术展览的参观和感想 看得出来 是一个生活很丰富的上流人士 看见蓝蓝给自己发的好友验证 张文第一时间就通过了 然后给蓝蓝发了消息 就问他说 可以聊聊交个朋友吗 通过网上晒出的资料来看 蓝蓝觉得这至少是个正常人呢 况且离得这么远 就当朋友聊聊 也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呢 每天张文都会在晚上八九点左右 喊蓝蓝打游戏 张文是个很会玩的人 每把游戏都能带着蓝蓝获得胜利 俩人呢 也合得来 打完游戏之后啊 还会聊聊天 这一来二去的 两个人把对方的基本情况 都了解的差不多了 蓝蓝是一个生活很单调 无趣的人 张文呢 正好相反 既建坛 还会把每天自己发生的趣事 讲给蓝蓝听 如果是去出差 也会把所到之处拍的标志性建筑的图片 发给蓝蓝 虽然张文比蓝蓝大几岁 可像个大男孩似的 让蓝蓝的生活呢 有了色彩 心态也变得年轻很多 在认识张文之前呢 蓝蓝从来没感受过现在这样的快乐 两个星期过去了 俩人已经熟络到了 整晚整晚的打着电话入睡 蓝蓝告诉他自己未来的打算之后 张文兴奋的说 我一直想在南方生活 现在啊 我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去南方了 隐慧却炙热的表白 让蓝蓝和张文确定了关系 别看连面都没见过 却在各自的朋友圈 发了对方的照片 向大家宣告了这段恋情 虽然这算是网恋 但随着感情的升温 蓝蓝又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跟张文交往 打视频电话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出乎意料的 张文果断拒绝了 犹豫了很久 张文跟蓝蓝说了真相 他说呀 我生活在一个父母感情不和睦的家庭里 心里一直都有阴影 自己从小沉默寡言 直到遇到了前女友 才能让她变成现在这样 但是却在一次视频时 通过一些端倪 发现前女友出轨了 所以对视频这件事 张文一直很抗拒 蓝蓝呢 倒挺单纯啊 表示理解 并且因为张文小时候的经历 就更想好好陪在他身边了 给他一段真心实意的爱情 到了第三周的时候啊 张文开始时不时的 透露自己在理财 包括投点钱到基金 投点钱买股票 还会压一些小柱啊 去赌博 并且还告诉蓝蓝说 我们这个年纪 有点积蓄的人 在理财的时候啊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自己呢 会多去寻找赚钱的方法 因为张文本身就是一个 什么事都喜欢尝试的人 所以蓝蓝也没多想 没过几天 张文突然给蓝蓝打电话 非常激动 说他有朋友在帮一个叫平安筹的软件做维护 朋友呢 发现了一个bug 在每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 可以自己修改后台程序 稳赚不赔 张文不仅晒出自己几天赚了接近一万的照片 还说自己是连续试了好几天 发现是真的才告诉蓝蓝的 张文还略带憧憬的说 咱们马上就可以回你老家 买一栋大房子 一起幸福的生活了 刚坠入爱河的蓝蓝 哪听过这些甜言蜜语啊 一时间呢 激动的在出租屋的床上是翻来覆去 虽然和张文没见过面 可是大城市的高管那就是优秀啊 又会赚钱又会疼人的 畅想着以后和张文的美好生活 蓝蓝羞的呀 脸颊通红 一整夜都睡得不安稳 可是张文真的会放弃在北京的优越生活 和平凡普通的蓝蓝一起回老家吗 自从发现了网贷软件的漏洞之后 张文呢就开始让蓝蓝 先少投点钱进去试试去呗 蓝蓝呢一开始也很谨慎 毕竟已经在深圳打拼这么多年了 基本的防骗意识那还是有的 但是张文呢不断的进行劝说 甚至发信息说蓝蓝这样是不信任他 这可让蓝蓝着急了 这到手的丈夫那不能飞了呀 于是呢蓝蓝不断的给张文转账 一开始啊几百几千到后来转一万 转两万后来转五万 张文呢也没毁约 还真是把收益都给了蓝蓝 短短几天蓝蓝呢就赚了几千块 并且都到账了 这可把蓝蓝高兴坏了 哎呦这还真能挣钱 俩人的感情呢也更甜蜜了 蓝蓝从此对张文那是更加信任 又过了两周 张文开始每天发信息给蓝蓝 让蓝蓝的去北京 蓝蓝也觉得 虽然俩人有了感情基础吧 但不碰面就说结婚的事 还是有点不靠谱 于是蓝蓝的请了三天假 从深圳到了北京 但出乎蓝蓝的意料 张文并没有来接蓝蓝 只来了一个头顶西书 肤色暗黄的瘦高个 一双眼睛总是色眯眯的打亮着蓝蓝 蓝蓝虽然心里边委屈啊 也只能忍着 因为张文说了 公司最近呢有个很大的项目 工作太忙了 所以没办法脱身 只能派助理去接蓝蓝 只要做完公司这个项目 他就有足够的钱取蓝蓝了 蓝蓝就更开心了呀 这是为我们结婚事业做奋斗啊 这值得赞许啊 可事情的发展 有点出乎蓝蓝的意料 在北京的最后一晚 张文的助理呢 提出要带蓝蓝 去体验一下北京的夜生活 蓝蓝也心想 最后一晚了就去一次吧 于是那一晚上 他们喝了很多酒 稀里糊涂的 就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啊 蓝蓝很害怕 他和张文 已经有了感情基础了 如果张文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蓝蓝的结婚计划 那就泡汤了 这么好的老公就没有了呀 于是呢 他给了这个所谓的助理 十万块钱的封口费 你千万别告诉张文 并且在这之后 因为心里边有鬼 张文说往东 蓝蓝绝不往西 后来啊 张文又说 自己呢 又投了五十万 到网贷软件里面 准备赚了这笔钱 立马来找蓝蓝 然后再决定 是回湖南 还是留在深圳 蓝蓝呢 鬼迷心窍了 把自己存了多年 准备买房子 付首付的钱 全投进去了 还在这个平安筹 网贷平台借了二十万 一共是一百万 虽然手心直冒汗 但是蓝蓝还是觉得很开心 到了晚上 账户已经滚到了一百三十万了 但这时候啊 蓝蓝却发现 无论如何 利息都提现不了 紧接着 本金也消失了 网站也登不进去了 蓝蓝急得直哭啊 最后蓝蓝镇定下来 联系张文 可发现再也联系不到了 报了警之后 也于事无补 张文连头像 都是某网站里 帅哥合集中 一个素人的照片 被骗之后 蓝蓝失魂落魄 自己以前在职场 还算精明 可却栽了一个大跟头 如今工作 也无法正常进行了 钱没有了 他窝在出租屋里 还要应对每天的催债 精神恍惚 又很焦虑 活着就是煎熬啊 这就是他的切身感受 就在这时候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蓝蓝发现自己 开始呕吐 精神恍惚 找朋友借了钱 去医院这么一查呀 发现自己怀孕了 蓝蓝没有办法 甚至连做流产手术的钱 都没法凑出来 只能拖着 最后呢 生下了一个女孩 没有了工作 身边还有一个脱油瓶的孩子 回老家 亲戚朋友们也议论纷纷 蓝蓝感觉 人生无比的黑暗 一年之后 蓝蓝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 关于情感骗局的 重大刑事案件 涉案金额达到九百万元 而电视上的犯罪嫌疑人 就姓张 正是那个所谓的助理 原来啊 根本没有所谓的张文 这个助理 就是这个犯罪团伙中的一员 他在各种婚恋软件上 伪装高富帅 专门诱骗单纯的女孩 最后骗钱 也骗色 互联网的发展 让骗子更泛滥 甭管是人贩子 还是钱贩子 都是从网恋入手 这好像成了特别好的一个切入点了 大伙一定要记住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别通过朋友圈 就判断一个陌生人 如果你想在网上寻找爱情 那么多花点时间 别一个星期就什么天长地久了 骗子最缺的就是耐心 你真跟他周旋个三年五年 一分钱不带出的 放心吧 他早跑了 当然了 这个类似的骗局 我们之前说了一个案子 我也提到了 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的妈妈 就也陷入了 基本上一模一样的骗局 当然不是通过这个什么网恋 什么这个情感骗局啊 但是最终所谓的投资获利的方式 是类似的 那是买期货 就是在一个经过包装的 所谓的期货平台啊 你只要投进去钱 你就能有多少钱的收益 之前的确实也收到 到了收益了 到最后啊 就是一笔一笔大 到最后真是一笔一笔打过去的时候 那个利息呢 没法提现 没法提现 然后对方就又告诉你 你需要有这个VIP 对吧 你得充多少钱 你能把之前的钱一块取回来 最终就开始不停的往里边追加 追加到什么时候 追加到没钱为止 也得亏我那好兄弟回家了 及时制止了 但是现在损失依然没有找回来 在这也是希望大家擦亮眼睛 赚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 稳赚不赔的投资 投资有风险啊 为什么有这句提醒 那就是说任何投资都不是稳赚不赔的 凡是告诉你我收益能有多高啊 你能赚多少多少钱 想都别想 铁定是骗子